我们去多天步步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收费的 一看地图确实是有收十块钱 有可能是那个涉隆隧道要收费 然后我们就换了一条小路 就沿边公路 我们经过了这条旧路 它上面写着是不能封闭 但是又没有拦起来 我们就走了一段 走一段看看吧 但是它确实有点危险 路上有石头、弱石等等的东西 现在这一段我再拍个视频了 即将进入隧道 啊?隧道啊?哇 这里也有隧道的哦 进入隧道,沉长500米 哇,有点可怕啊 那边风景 十九坡 隧道 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放牛的大哥 问了他一下,他说可以走 那我们就继续走了 这条路确实是年久稀休啊,没什么打理啊你看 那野草都... 都在路中间了 我们只为了省十块钱啊 我们两个人就值五块钱一个人 一个人值五块钱都是吧 一个大石头掉下来就没命了 快到了,快到了 哎,有一辆车这里 很少有车走这里了 人家宁愿出十块钱啊,那一放丰盛的 不是,那边他们有的没看到那个收费指示的啊 就直开了,直开了 直开了,到那里他收费他也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了,就能乖乖给了 已经出来了,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收费站 哦,看到没有 哦,真的有收费 大头啊,摄龙,看到没有 我到为什么要收费呢 他可能建那个隧道啊 隧道耗费了很多钱啊,估计 你看我们走左边的话就不用填了 估计是这样子吧 就收费站了,看到没有 继续开 诺天步步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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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么快就省了十块钱啊 到口子上过不去了 啊,真的出不去,麻烦了 200米后,想有后方行行 啊,不是吧 你觉得能过吗 不能过耶 完了完了完了 应该可以 你感觉不行 我们来到了硕龙口岸 后来我们平安的从那个口子开了出来 但我们是小轿车 如果车型比较大的 不建议走这条老路哦 我们来到了德天步步景区的停车场 这里停车要收费 听说边上有个太阳幽谷停车场 不收费 所以我们把车开到那里去 停好车先逛一圈 一个红球 半景区 这个景区,弄大的一个景区 就前面一个美女啊 就一个美女在逛 这个景区 风景还可以 也看得出来曾经辉煌过 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就荒废了呢 回到停车场 本来我们打算在这里露营了 后来遇到一位在边上上班的人 我们就闲聊了起来 比较吵 就是看运程 嗯 如果说如果说查着烟 嗯 那你晚上就能吵一下 嗯 如果查着不烟 嗯 就让它一会过一下 哦 还是按时间前照的 哦 比如说然后有时候放一个小时 嗯 它就在一个小时 哦 嗯 嗯 怪不得刚才那边说 晚上这里车多很吵啊 他刚才这样说 嗯 那边牛肉20多 他拿到这边来卖 这边应该只40多 翻个倍 一上午找临时工 400个店啊 当年啊 嗯 还是让你求助人家过来 帮忙搞一下 嗯 要不然人家都过得不好 人家一晚上 一晚上不动来就看路 就去八百一千 就晚上不给别人就是 就放上 嗯 嗯 是这种 一般游客的时候 他不管住 就是不管住 但是晚上进的话 他们还是去 嗯 他也是丢了回来了 原来然后每年 出了 偷渡的 偷渡的 然后向车接动 抓几千 好 反正天黑了 尽量去那边 好好好 这下我知道了 本来说我想这边安静一点 车少一点 呵呵 有这有这一回事 我们还是安全 为止 打给你们自己看 好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因为这正好是条路上 哦